第三百五十七集 陈玉的总统府内 一个模样普通的中年人正恭敬的站在陈玉面前 陈玉没有看这个中年人 而是轻轻晃动着手中的酒杯 一边欣赏着那酒的鲜红颜色 一边说道 怎么呀 中年人弯着腰说道 抱歉大人 虽然唐龙的部下开枪射击民众了 可是他们使用的全是麻醉弹 并没有人员伤亡 嗯 陈玉停下手中的动作沉思了起来 那个中年人立刻满头冷汗 可他根本不敢去擦拭 任由冷汗滴答滴答的滑落下来 好一会儿陈玉才叹口气 哎 看来 我小瞧唐龙啊 没想到 他遇到这种民众 要他下台 让他丢面子的场面时 还能够控制自己的心情 不愿意伤害民众 嗯 这么看来 他可不是普通的军阀呀 中年人这才掏出手帕 擦了下汗水 有点巴结的迎合道 是啊 以前那些议员遇到这样的事时 不是到处呼朋唤友 帮忙在电视上澄清自己 就是雇佣流氓去攻击游行民众 或是收买杀手 杀掉叫得最厉害的人 哪里会像这样不管不问的 嗯 后面的计划 停止实施 中年人惊讶地问道 啊 已经准备妥当了 为什么要停止呢 我说过 他不是一名普通的军阀 他拥有完善的间谍机构 如果我们继续下去的话 恐怕会被他找出蛛丝马迹呢 为了双方 还能够合作下去 现在停止是正确的 你也知道 他居然能够毫不惊动他人的情况下 把绝大部分物资 调拨给军队 如果不是 我亲自巡视配给部门 恐怕那帮家伙 还一无所知 从这儿就可以看出 他的间谍机构 有多厉害了 再说了 我们一开始要让民众和唐龙 离心离德的目的 也达到了 不停止后续计划 还能干什么 我可不希望唐龙 现在垮台哦 中年人问道 我们既然不实施后面的计划了 那么要不要把物资调拨回来 不用 反正剩下的物资 够民众过着舒服的日子的 我们当前的重点 还是发展军力 物资集中在军队手中 是很有力的 中年人忐忑地说 大人 属下有句话 不知道当问不当问 我把你当心腹 有什么疑问 尽管问 不要带着疑问去工作 是 是 中年人点头哈腰了一会儿 才说到 属下不明白 大人您得到了 那么多将军的支持 只要您登高一呼 首都圈 就会落入您的手中 为什么您还要和唐龙 分享军政呢 哦 你认为支持我的 那么多将军中 有谁擅长指挥作战的 中年人想了一下 呃 魏飞 维尔约翰森 来为颜客 呃 抱歉 属下忘了 维尔他们是上校 属下愚昧 这么多人中 属下就只知道 魏飞对指挥作战 很有一套 嗯 不错 你说的这三个人 确实是我 万罗联邦军官中的 佼佼者 可惜 魏飞 只是个少将 而维尔 尔维尔和 尔维尔和莱威 只是个上校 你看看 支持我的数百个将军中 只有魏飞一个可以为以重任 其他的人都是吃干饭的 难怪唐龙一上台 就把他们全部赶去研究军史 你说如果靠这些身居高位 就无能到死的家伙 我们何年何月才能够得偿所愿 目睹万罗联邦 重新统一呀 陈宇品了一口酒 接着说 说到这儿 相信你也明白 我为什么不亲自提拔魏飞上位 因为要把魏飞提拔上来 得罪的人可不是一个两个 而能够这么做 又不会引起反弹的 就只有唐龙 这个外来的过江龙 才能办得到啊 陈宇说到这儿 看了中年人一眼 笑了笑 不要以为我让唐龙上台 是为了让他当替罪羔羊 你可知道 唐龙现在的身家 可是他一步步打下来的 有这么个人掌舵 我们万罗联邦 就可以顺利的启航 等我们那些新一辈的 有为将官锻炼出来了 唐龙 也就失去价值了 中年人担忧的说 可是大人 现在唐龙掌握所有军权 到时候会不会伟大不掉 有什么伟大不掉的 唐龙不管怎么说都是外人 他的根基在无乱星系 不要以为无乱星系那么容易统一 而且等我们势力开始强大起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联络无乱星系的势力 打击唐龙的势力 到时候他肯定急着回去 等他这一走 你想我们还会欢迎他回来吗 中年人觉得 陈玉好像有点理想化了 因为根据收集的情报 唐龙这个家伙性格古怪 谁也猜测不了他下一步究竟准备干什么 说不定到时候唐龙发起火来 直接调兵来把陈玉杀了呢 当然这些话中年人是不敢说的 看陈玉这么兴致勃勃 自己出他眉头是非常不明智的 林玉转移话题问道 林楠呢 中年人回答 林楠 他去和几个财团的人见面了 这家伙仗着自己是财团认定的下一任总统人选 就不把我放在眼里了 居然连这种事也不向我通知一下 中年人对这种话题不敢插嘴 只是低着头不吭声 陈玉沉默了一阵后 接着说 对了 帮我预约一下林家 下个星期我去拜访一下 中年人小心地问道 是那个这几年才展露头角的林家吗 对 就是那个林家 林家有个好继承人呐 林家的家业能够这么短时间内冒起来 都是林振东的功劳啊 记住 你要特别表示我希望能够和林振东见一面 是 那么 手下 手下告退了 中年人说到这里 看到陈玉向自己挥挥手 忙 拘了一躬 转身 离去了 房间里 只有陈玉一个人 他晃晃酒杯 自言自语 林振东 林南啊 下任总统人选 可不是固定的呀 希望到时候 你的脸色 不会非常难看呀 在陈玉和部下的谈话结束不久 热热闹闹的示威游行活动 就在一阵 喷喷的枪声中 消失了 而那些闹得沸沸扬扬 要把唐龙赶下台的呼声 也在枪声中 消失得无影无踪 示威游行事件过后 各地机关门口 除了多了一大堆的垃圾外 还多了数百名 被关在笼子里的民众 原本还想怒骂唐龙 屠杀平民的人 看到以为已经被杀死的人 居然好端端的活着 只是被关在大厅广众之下 让人参观而已 不由都闭上了嘴巴 虽然大家对唐龙还是不满 但没有人再去游行了 谁知道那些警卫 下次使用的 还是不是麻醉弹呢 就算是麻醉弹也不干了 自己可不想被他们抓住 关在笼子里示众啊 至于配戟问题 好像只是少了一点而已 并没有饿着自己啊 要抗议的话 还是等自己没饭吃的时候 再去抗议吧 于是一场莫名其妙冒出来的风波 也这样莫名其妙的结束了 一百来艘小型运输船 从万楼联邦首都心出发 悠哉悠哉的朝在外层空间的联邦战舰群飞去 自从白京战舰把首都心给占了 这些补给地都在首都心的战舰就倒霉了 弹药能源这些东西倒不愁 因为除使用了一些能源外 弹药根本就没有用过一发 不过温饱问题虽然有人造食物来解决 但是梳洗用水方面的问题 却让他们烦躁不已 全部的人都好几天没有洗澡了 不过现在不用愁了 因为霸占首都心的唐龙成为了联邦的元帅 各种补给又重新恢复了 雷达兵看到那运输船的踪影 不由欢呼起来 哦运输船来了 这次应该轮到我们这里了吧 那人造食物已经吃得反胃了 希望上面有牛排之类的美味佳肴吧 嘿希望有我们的份 妈的也不知道后勤不搞什么 我们这里有十万艘战舰呀 每次就派一百来艘的运输船来 运到何年何月才能补给完毕呀 难道整个首都圈的运输船就这么多吗 雷达兵身旁的一个军官嘀咕着 就在这些战舰兵都眼巴巴望着那一百来艘运输船的时候 突然从远处射来无数道激光树 那一百来艘运输船就这样凌空爆炸了 炸成了废墟 战舰兵明显愣了一下 但很快醒悟过来 敌虚 雷达兵拉响警报后 一看雷达 不由惊讶的喊道 雷达上没有显示敌人的踪影 就在这话传入军官耳中的时候 身旁的战舰接二连三的被远处射来的光束摧毁了 战舰军官慌张的喊道 什么 怎么会这样 快 防护罩全开 后退 雷达兵继续寻找敌宗 遇到看不见的敌人 敌人能打着自己 自己却连敌人都看不到 不惊慌才怪呢 而更多的战舰 则是朝着激光树射来的方向 拼命射击 至于能不能打中敌人 那就只有看运气了 得到敌情通报的白金战舰上的机器人 没有依靠雷达 而是借助电子望远镜 对那些光束发射点进行观察 有过上次的遭遇后 他们都知道 那些战舰能够隐形 只是因为剑身的反射雷达波的涂料 比较高级而已 并不是真正的隐形了 所以用望远镜一看 敌人的踪影就立刻呈现在 白金战舰的屏幕上 一个联邦舰长焦急的问 还没有发现敌宗吗 看到雷达兵摇头后 不由一顿脚骂道 这仗还怎么打 给我撤退 舰长的命令被士兵第一时间执行 面对看不见的敌人 面对不断被摧毁的友军 士兵们都没有打下去的念头了 这时通信兵突然喊道 长官等一下 袁舰卫队发来通讯 这话一出 所有人都停止动作 都看着通信兵 舰长更是命令部下暂停撤退 谁知道这帮袁舰卫队 会不会因为看见自己要撤退 而前来处罚自己呢 解读完通信的通信兵 立刻欢喜地喊道 是敌情共享 他们发现敌人的踪影了 说着就迫不及待的把白金战舰获得的影像传到屏幕上 听到这话 大家都欢呼起来 舰长虽然奇怪 白金战舰怎么能够发现敌人踪影 但现在他不会想撤退了 只要能看得见敌人 他还没有怕过谁 雷达兵也忙跟着解读 随着影像传来的敌情数据 敌方战舰数据不明 属于新型战舰 数量为3000艘 方位34S45X765Z876Y 距离我方156753公里 舰长青筋直冒地怒吼道 该死的 太看不起我们了 居然在我们射程范围内来偷袭我们 炮手 给我输入方位 打他娘的 其他舰长 有的和这个舰长一样怒骂 有的则在思考 这种新型战舰是哪个势力的 怎么能够毫无征兆地跑进首都星来 难道外围的首都圈警戒部队有叛徒 不过虽然很多舰长在胡思乱想 但都下达炮兵准备开炮的命令 就算自己有叛议 现在也不是表现的好时机 因为对方可是无差别射击啊 不反抗 难道等死啊 各位听友 长篇小说小兵传奇 第三百五十七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三百五十八集 首都星上的唐龙等高级军官 接到这个报告 全都是一愣 伯特凯尔军情总长 立刻向唐龙请罪 唐龙倒没有在意 这个军情总长才刚上任 哪有可能掌握到这些情报啊 而参谋总长德姆拉 则提出和那些舰长一样的问题 就是是否首都圈边界的部队叛变了 不然敌人不可能毫无迹象地突进首都星 才被发现 伯特凯尔则立刻反驳 不可能 原来的那些高级军官都被扣押了 新上任的高级军官都是忠于联邦的 是不可能背叛的 根据前方的报告 雷达上根本没有显示出敌人踪影 可以判断 敌人反射雷达波的涂料比我们雷达高级 边境部队应该是没有发现对方才对 德姆拉再次问道 不过为什么阻隔线也没有反应呢 伯特凯尔愣了一下 他有点迟疑地说道 也许那些战舰的反射雷达波的涂料 可以欺骗阻隔线的仪器 德姆拉笑道 不要忘了阻隔线的仪器除了可以拦截空间跳跃的物体 还可以发现任何通过的物体 反射雷达波的涂料只是对雷达起作用 对阻隔线仪器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这话一出 波特凯尔立刻没话说了 在一旁一直没有说话的唐龙 看到这两个人的表现 不由皱了皱眉头 这两个家伙以前有矛盾 不然按照他们两个人的职能 是不可能出现矛盾的 德姆拉本来还想说什么 来嘲笑波特凯尔 但他的幕僚偷偷碰了一下他 朝唐龙那里示意了一下 德姆拉这才发现 唐龙皱着眉头打亮着自己和波特凯尔 他心中一惊 糟糕 难道刚才的话让元帅误会 我和波特凯尔不合 想到这里 他忙对波特凯尔说道 波特 如果你能够调查出 对方怎么能够毫无踪迹地通过阻隔线 我输给你东道 说着偷偷地打着眼色 波特凯尔听到这话先是一愣 但他看到德姆拉的眼色后 很快意识到什么 忙笑道 好 你输了的话 我要吃大嫂做的红烧肉 这话一出 原本有点紧张的双方幕僚 立刻松了口气 他们这些坐步下的 最怕的就是上面的长官不合 唐龙看到他们的表现 不由也是一愣 但很快醒悟 他们的关系应该很深厚 微微点了点头 嗯 现在不是计较 对方怎么潜入手动圈的时候 当前任务是 把对方消灭掉 唐龙在听到对方战舰能够隐形的时候 就知道是海盗星系的势力了 对方来这里很有可能是来抢劫 心灵主机的 对于这一点 那个投降的金属蜘蛛已经表明对方的态度了 唐龙之所以不说出来 是不想引起恐慌 虽然很多势力都使用机器人作战 但是首脑和主要成员都是人类 要知道 这一股从上到下全都是机器人组成的势力 呈现在世人面前 将会引起多么巨大的震动 到时候 使用机器人的唐龙将会遭受巨大的压力 不是被迫销毁麾下的机器人 就是被迫和整个宇宙的人类为敌 这都是唐龙不愿意看到的 命令首都星防空设施进入战斗状态 由于雷达失去效果 要求他们立刻使用电子望眼镜检测目标 绝对不能够让对方进入首都星上空 所有地面巡逻部队 立刻装备手提式激光炮 重炮部队和装甲部队进入待命状态 随时听令 支持各地 听到唐龙这话 大家明显迟钝了一下 在他们想来 对方只有三千艘战舰 而首都星外面却有两万艘以上的兵力 难道这些兵力不够抵挡对方吗 难道在这么多兵力的围困下 对方还能够进入首都星进行地面战吗 看到他们的样子 唐龙当然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 调出上次海盗星系入侵的记录影像 播放给他们看 并说道 这次来袭的敌人和上次进入首都星的敌人是一样的 上次只有五架飞碟就造成巨大的损失 这次有三千艘战舰 我们不能疏忽大意啊 众人虽然早就知道上次首都星遭到攻击的事 当时还以为有很多敌人入侵呢 没想到却只有五架飞碟状的敌人 他们可不会以为唐龙的那些部队战斗力不行 看屏幕上的记录影像就可以看出唐龙的部队简直就是汗不畏死 而且那些蜘蛛形状的战斗机械所表现出来的战斗力也让他们心里一阵的不寒而栗 有了这些想法后对唐龙的命令也就完全服从了 太空中由于有白晶战舰的帮助 联邦战舰都对准了海盗星系战舰进行炮轰 无数的激光束就这样在星空中穿梭着 刚开始看到自己部队遭到攻击的一号和二号并不在乎 他们还很有兴趣的谈天说地 二哥不能不佩服大哥呀 你看他弄出来的隐形涂料还真有用 对方根本不能发现我们 只能朝我们这个方向胡乱发射炮火 是啊老三 不过大哥好像就只会几样东西而已 如果能把那种战舰造出来的话 不说这个宇宙就是打回家去也不是梦想啊 嘿那种战舰想也不要想 我们是什么人就是见过那种战舰的都没几个 就凭大哥他还想造出来 我想这些东西也就是因为大哥的兴趣 他才记住的 你以为大哥有多厉害呀 二号不以为然的说 也不能这么说 如果不是大哥的兴趣 我们恐怕只能依靠机器人收集的数据来制造战舰 这样我们还没有走出海盗星系 就被人围剿了 哪里还能够一路轻松的跑到这里来呀 我们能够洗劫这么多个星球的计算机 都没有被人拦住 靠的就是我们的隐形功能啊 哎不说这个二哥 我们三个在这个宇宙也差不多有七八百年了 你想家没有啊 假 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说 那只是一个缥缈的东西而已 怎么你想家了 哎 我家就我一个人 想这干什么 要说想 我比较想念故乡 是啊 故乡 嗯 还真是怀念故乡的那种味道呢 几百年过去了 不知道我们还有没有机会回去呢 哎 说起来就觉得不可思议 要不是我们躲避特警追捕 也不会被卷入那场风波 更不会被带到这个宇宙来 这算什么 最不可思议的是我们三个居然成为了一体 然后就是把数百年的时间浪费在不是被知情者追杀 就是追杀知情者的事情上 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想的 居然会做这样的决定 而且还和知情者约定 不得暴露给其他人知道 真是奇怪 哎呀 说到知情者 我就觉得奇怪 我们的事不能说出去吗 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们三个合体后 自己的思维好像变成了旁观者 是当时的主思维觉得绝对不能让人知道的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当时主思维有这决定的时候 居然还涌起一股恐惧的感觉 记得 怎么不记得呢 当时就因为这种莫名其妙的感觉 才几百年如一日的追杀那些知情者呀 你说这恐惧的原因是什么 我不清楚 我们分体后主思维就不存在了 不过主思维是集中我们三个人的思维而产生的 主思维这样做肯定有他的用意 啊 那这样以来 我们岂不是要继续追杀那些知情者 嗯 看来应该继续追杀知情者 不然主思维不会在几百年来就一直做着这件事 二号听到这话不由感叹道 哎 我还以为我们分体后将不再被人发现 可以好好做些快意恩仇的事 没想到还要重复以前做的事啊 哎 想想就觉得可悲 仔细寻找目标 找到目标 然后跑过去打一顿 接着受伤 然后躲到某个地方养伤 伤好了 又寻找目标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 重复这样的事 要是当时不是有主思维的话 我恐怕老早就疯了 哎 现在我们分体了 就算想找那些知情者 我们也无法找到啊 分体后 我们的能力也弱了许多呢 哼 也不知道那主思维搞什么 当时拥有我们三个能力的他 凭本事早就可以回去我们的世界 可他就是不这么做 死跟着那些知情者 结果搞得每跟他们打一次就弱上许多 我说 那帮知情者怎么知道使用金属武器可以削弱我们呢 嗯 我想应该是主思维第一次大屠杀 所有激光武器对他毫无损伤 却被一个吓疯了的人拿着参刀刺伤的缘故 那些知情者看到这一幕 还能不知道怎么对付他吗 哎 也不知道我们那一个宇宙的人 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以直接在宇宙中生活 可以居住在恒星里面 不怕任何激光武器 更不怕什么电磁风暴 可就是害怕金属武器 一把小刀就可以解决我们这些纵横宇宙的强大生命 震他妈的怪 呃 没办法 小学课本就已经说明了 任何生命都必须有弱点存在 这才符合宇宙法则 我也搞不懂怎么那些看起来毫无危害的金属 在变成武器后对我们来说就是剧毒啊 哈哈 二哥 那次风波你还记得吧 这个宇宙的人还真麻的蠢 看到我们全都使用刀剑等金属物品作为武器 就以为我们异常落后居然派战舰来征服我们 当他们看到我们不用任何防护具的出现在宇宙空间中 并赤手攻拳干掉他们的战舰 那激光的样子还真是够好看的了 哼 还好意思说 要不是当时你提议跑进战场来躲避特警 我们还用得着跑到这里来吗 二号愣了一下后立刻嚷道 二哥 你冤枉我 谋划工作都是你和大哥负责的 我只是一个执行者呀 一号有点不好意思的强辩道 不是你 就是大哥 反正是你们当中的一个 二号知道自己这个二哥是不会认错的人 也不在这方面计较 他有点迟疑的问道 二哥 你说有没有人会知道我们的弱点 然后用金属武器来对付我们呀 哈哈 以前你这样担忧还算正常 可现在看看我们的身体是什么 金属结构的啊 而且我们外壳还是反射激光的 现在我们不但不怕金属武器 还不怕激光武器呢 啊 我忘记了 不过二哥 我们现在变成机器人 我们怕不怕电磁波啊 还有我们的身躯能承受激光炮的攻击吗 嗯 我们现在不是靠程序控制这个身躯 而是利用我们的思维控制这个身躯 电磁波对我们应该没有效 至于激光炮 我们这个身躯绝对会没用的 但是我们的思维 但是我们的思维应该不会消失 到时候随便找个身体就能够再次复活了 二号沮丧的说 哎 我还是觉得原来的身体比较好用 真不知道分体的时候怎么我们身体会不见呢 呵呵 难道你忘了我们这些人能力达到一定程度后就可以再创自己的身体吗 不然你以为大哥为什么拼命寻找增加能力的办法呢 哦 对呀 当能力达到顶峰后 不但可以再创身体 而且还不怎么怕金属武器呢 二号立刻满脸欢喜了 好了 不要说这些 看看我们的部下表现的怎么样 二号也笑道 嘿嘿 还能怎么样 那些人类肯定是被我们部下消灭了 可是两个人很快惊讶的张开嘴巴 因为三千艘的战舰居然被消灭了一千多艘 两个人一边大叫怎么回事 一边回放战争记录 这一看让他们傻了眼 各位听友 长篇小说《小兵传奇》第358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订阅